北京一家较大规模的劳教所正在低调的逐步释放被劳教人员 同时这个信访局的官员还说 现在没有劳教了 但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呢 有一些劳教所改成了戒毒所 有的劳教人员呢被释放 有的劳教人员仍被关进戒毒所或是洗脑班 而这个劳教所呢正是大量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 那么中共当局呢也并没有下发正式文件要解除劳教所 对于法轮功学员的关押和抓捕也未见减少 中共的劳教所长期以来对赞压的法轮功学员或异议人士和上访人员实施酷刑迫害 而受到国际及国内人士的抨击和谴责 今年1月中共当局提出了要改革劳教制度 不过围绕劳教制度改革问题 中共高层出现了公开的分裂 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控制的宣传系统大肆封杀有关信息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传达的劳教改革信息也被要求悄悄进行 7月11号北京访民之家创办人裴富贵告诉新唐人 前一段时间劳教所就在大批的放人 像我的就打回四个多月了 法轮功的那个劳教二年的 我出来没出来我不太清楚 山东青岛一名王姓宇访民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说 9号青岛警察告诉访民根据国务院信访办下发的镇压名单 青岛信访局长余钦德说 没有劳教了把那些访民抓去直接判刑 今年4月初大陆媒体报道 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实施酷刑 迫害赞压人员 中共的劳教制度再次遭到全球舆论的抨击和谴责 到了6月 大陆媒体透露 江苏北京等多地劳教所低调转型为强制戒毒所 我看到有关消息 因为我们办的案子在辽宁确实也有 朝阳那个劳教所也是等于说是换了牌子了 变成戒毒所了 也就是劳教所不存在了 有些劳教人员甚至给提前释放了 但是官方并没有正式说劳教制度取消了 广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原政科级干部彭林 接受大纪元新闻网采访时说 他被绑架到洗脑班时 听到警察说 劳教所取消后 针对法轮功人员尽量不放在拘留所 一抓到就关系洗脑班 此外 明慧网报道 目前一些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被转去戒毒所 戒毒所是专门关押吸毒贩的场所 把法轮功学员或良心犯官进去是否合法 中国资深法学家赵远明认为 这是一种违法行为 判判刑呢 对于这个法轮功来讲呢 在法律上实际上他没有这个法律可依据 现在的判呢 也就是胡乱判 然后呢 枉法裁判 真正在法律上呢 对于法轮功呢 他没有一条是可以治罪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中国呢 现在成一种乱象 就是说在这个习近平 这个废族 这个劳教制度过程当中呢 有些这个抗反调的 或者对着干的 总部设在美国的大纪元新闻网报道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自从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之后 一直害怕受到清算 在江派经营多年的政法委系统中 一贯用劳教制度来迫害法轮功信仰团体 或上访民众和异议人士等 劳教所关押着大量的法轮功学员 江派在废除劳教这件事情上 也一直激烈抵抗 美国国务院曾记录 在劳教所的25万人中 法轮功学员可能占了一半 目前虽说一些劳教所已放空 但没有听到法轮功学员被释放的消息 明慧网还列出了近期大批法轮功学员 遭绑架关押或失踪污判的消息